中邱釀 idag namesmithie 字幕采討 服務了在香港50年的油麻地停車場大廈 因應中九龍幹線的工程 11月開始封閉 明年擦砍 該在南九龍石果僅存的政府停車場 因為一條行車天橋貫穿大廈而文明於世 原來這個奇特的建築並不是一組設計好 而是因應家市居度的天橋興建 純粹推舟地興建出來 大廈內的一草一木、路牌標記、升降機、木門 都即將成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運輸處說停車場有770個車位 日間和夜間的使用率分別是八成和四成 停車場刷射區內的車位短缺即時浮現 區內的維麗泊車可能加劇 而塞車的情況將會更嚴重 政府建議市民改用海亭道和海宏道的短期停車場 但區議員說建議的停車場距離油麻地多層停車場 有15分鐘的步行距離 政府建議不切實際 他又說有街坊反映停車場清拆也可能會影響區內 50至60年樓齡的舊樓 擔心震動影響結構和帶來噪音的問題 另外附近攤販的生計也會大受影響 而中九龍幹線工程完成之後 政府會不會還市民停車位也是一個大問號 其實政府是要早些交代油麻地停車場 將來的發展是怎樣 否則可能會被人猜測 會不會像中間道停車場一樣 拆完將來便益了一些地產商 發設一個大型的商場 其實政府是要早入交代 讓市民和議員不會擔心 不會像利益輸送一樣益了大財團或地產商 來吧